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由公務大學集團主辦的第二組在蘇州杯全國高峰值辯論錦標賽 我是本場主席 首先介紹本場比賽的辯圖 藍人包文化、有力、無力、小姐、公共意義 再來介紹本場比賽的裁判 首先就在主席左手方的是中正大學的江振鋒學長 剛好 這位主席正前方的是台灣大學的劉振鋒學長 各位好 這位主席用前方的是東武大學的林映君學長 各位好 再來介紹雙方便是 正方由陸國中學擔任 正方一便莊月昇 正方二便吳智云同時擔任今天結辯 正方三便王勤健 歸武安 反方一便王毅秀 大家好 反方二便林昕淺同時擔任今天結辯 大家好 反方三便林小涵 這場歌耶 本場比賽採心至奧瑞剛四四四至 也就是聲論指群節便各四分半鐘分 請將於三分三十秒時按雷一響 三分五十九秒四分整時各按雷一響 四分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秒時各按雷一響 屆時請台上便是定制發言 現在請雙方檢便至台前決定檢便順序 本場比賽由彰化女生透節 比賽即將開始 請賽場的觀眾將手機炒成盾動或盡力 以免打燒機 打擾比賽進行並解決掌聲 本席在此宣佈與聯想動 一分中開始比賽 這場的 二十二十幾 大平 你不要參加FIFA 我們可以煮一個 好累啊 敵貓串實紀念館 我們恭請順序 順序 擔任領隊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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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中站啊各位 這是一個強調節奏緊湊 忙碌的時代 每個人都有自己忙碌的事情 上班族忙著打卡上班 決定忙著念自己的書 使得每個人往往沒有時間 意願 主動地去收集各種資料 充實對於公共議題的認識 各種所謂的公共議題所涉及的專業知識 對於一般大眾而言 是過於堅塞而難懂 因這樣的需求 所謂的懶包就出現了 懶包是一種在網上傳播 將資訊濃縮 提出重點整理 以文章 無片 或者影音的方式呈現 其內容具有簡單易懂的特色 懶包撰寫的門檻相當的低 只要是想要整理的網路使用者 都可以製造出一個懶包 而所謂的懶包文化指的就是 懶包這樣的一個資訊處理方式 漸漸的影響人們的習慣 更傾向於使用懶人包來接收資訊和表達意見現象 再來,何謂有利於了解呢? 有利於了解指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人們從一無所知不斷地向全面了解辦理解 而所謂的公共議題是指與公眾切身相關的議題 需要匯集各方族群不同的意見,進而去做出一些決策 接著為什麼懶人包文化有利於了解公共議題呢? 就要從懶人包的兩個主要特點來看 第一個是創作門檻低,第二個是容易被看懂的問題 這間懶人包書寫的門檻非常低,任何網路使用者只要有意願 都可以整理出一份判不懂事情有關的懶人包 這就代表著當你覺得主流媒體忽略了一些真正重要的公共議題時 可以透過懶人包將一些重要的公共議題 一些發生的事情整理、分享給大家,引起大家的興趣 比如說,關於這個苗栗像,在石虎、動物的侵襲地上面 要開發外環道的開發案等等 就是這樣的例子便是利用整理出來的懶人包 讓大家來關心這樣的一個議題 而這個議題呢,在主流媒體上曝光的機會其實一般來說不多的 換句話說,透過懶人包我們可以補足主流媒體對於公共議題涉獵的補足 使更多角落的族群或者議題可以獲得大家的關注 盡量引發討論和思考 而所謂的容易被看懂,講的就是 懶人包能夠將複雜的公共議題用簡單的方式呈現給一般人 擴出一般人與專業的知識的反應 讓人得力掌握在公共議題中的要點 我最後來包裏建議對公共議題的初步了解 是我們要了解公共議題很重要的一部分 例如俗話說,凡事起同難 從一無所知到對於議題有初步了解是非常重要的突破 基於這樣子的一個初步了解激發人們對於議題的興趣 引起我們對議題的討論和更進一步的了解 讓我們看到一些資訊引起我們興趣之後 可能在網路上生活中和周遭的人分享得到這些新資訊 與不同意見的人討論 交互動的過程有助於我們朝更加了解議題的方向邁進 不論是更深入的了解和領域 或是從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的議題 這都是更深入了解議題的方式 所以我們知道使用來包的文化使得每個人都有辦法 試著去設定或行訴公共議題 各個角落的聲音各個議題也因此而可以看見 同時來包的快速傳播容易理解 也使得更多人得以進入公共議題的討論 真的影響到公共政策的形成 最重上所述 我方認為南方文化有利於了解公共議題 謝謝大家 請反方二面上台指數 好 infinitive 有法還可以再做到 我需要 小倔 掙索 問到在� Venezuela 有什麼地方 能夠說現在的地方 wyn our wedding 因為現在的生活節奏緊急 然後現在就是太合度了 所以染包就出現了 然後染包的特性就是它簡單易懂 然後就是我們產品有第一 每個人只要還有心配做 它都可以到我們這種發肥跟染包 然後您方就了解的應力是 從一無所知到全面認識 是這樣嗎 請問還有誰用 就是這個對染包的東西 其中一個對公共的意義 就是染包這種東西它 它也廣泛追求到更多 好 好 首先 我想跟對方講 檢證也不知道 不是 零方畫的EB稿沒有提到 那個食股的難度 可以讓我們看一下 這問知道我們可能不待 就是後面 直接從對方表 然後我想請問一件事 就是 對方表你告訴我們 我想先跟對方表表表一個共識 你今天跟我們說 我們今天零方對瞭解的定義 是從一無所知到出名到訣 那您方能不能同意 今天只要對一個東西 是有一個錯誤的認識 還是不是 呃 什麼叫討論 錯誤的認識 是 我剛剛不太平衡 我為什麼錯誤認識 做這個代表 我剛剛講到就是 這個公共議題 就是經過討論 對不對 那我們有錯誤的認識 能透過討論 來進行一些修正 一些補充 那教會你對的了解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他就是對 有一個錯誤 譬如說今天有個人 對不對 他面前150 然後你告訴他說 今天這個人是180的話 那你真的了解這個人嗎 我想是沒有的 因為這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這個假如別人去 就是糾正你這樣 我說對這個動作就好了 我們先不要把後續 是否有討論有糾正 你不知道能不能同意前面 這個叫做不是了解的 不是了解的 對這分事情 好 那好 那我剛剛再問下一個問題 就是 林方剛才講到說 今天這個籃子 然後只要有人有心 他就可以去做 是 每個人都可以做 對 好那林方剛才有講說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做 所以 今天有些主流媒體 忽略掉了議題 那些人就只透過做籃子 都滿了 可以讓大家去了解 聽到什麼意思嗎 嗯 就是說 有些人他 補足主流媒體 你要用做到什麼 嗯 我方意思是說 為什麼 林方可以確認 今天這個 東西沒有人報到 然後 確認有人會想 你把它做出來 好 來讓大家認識 就是 可以請地方主張 為什麼會有這種心態嗎 譬如說 大土啊 今天就是 我今天 就例如說 我家可以做苗栗布林 他這個 在石火基地上 有這個 土地的開發案 我覺得這個 這個地鐵 對方廟 如果要記住的話 是否這個活動 好像是有人上見的 有在想 欸 你放下一個片子來 到底是不是因為 藍籃包 讓石火這件事情 這樣再加關心 我方想要講的是 你方剛問到問題 是講說 這個藍籃包 為什麼有人會想要 就是 我們主要公共這個 主流媒體沒有報導的東西 對 那今天 我為什麼會做一個藍籃包 我覺得這東西和我有關嘛 那我對這個 假如說今天對環保有這個興趣 就是做這個跟食物有關的藍籃包 或者說今天這個 我家住在苗栗旁邊啊 這個外環道 還把他和我有關 只是和我有關的東西 如果我興趣 看我生活洗衣箱 我當然就去做這個藍籃包 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我希望把我知道的東西分享 而且這方面有了解 對 我這邊沒有你方才知道說 今天吃這個藍籃包 然後就讓大家去想知道 然後想知道 就是進而去 看更多的資訊 然後去聊天 再跟我們一起 你方有知道什麼 沒有 我方想要講的是 今天我看一個藍籃包 我拿到一個新資訊 對 你剛剛沒有看到 我今天拿到一個新資訊 我還要覺得想說 欸今天 還是要簽圖號的東西 還是一個中國跟韓 那我們就是看別人講的時候 別人可能知道 他可能知道 欸你有看到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 就討論這些一些進行的狀況 對方朋友 不要只光講討論討論 這個我們以後再說嘛 你只要先回到我的問題 這個想知道跟了解 到底不一樣嗎 想去知道 還有一個問題 嗯 你說 今天我想知道一個東西 有助於我去 嗯 因為我興趣 但是你確定 他看完這個藍籃包之後 我怎麼沒有 在你身上 做燈籃包 那個事情 完全沒有 不明 在我身上 我身上 沒有 沒有 你 真的 我 沒有 суд 放入冰箱 莫長各位,首先先定義點題 短人包是由於網路上爭議混亂 民眾不容易掌握話題 所以有人將事件簡單整理出標題式的重點 一方面民眾越不如 理應內容簡化的關係 所以往往叫缺乏推論 而充滿結論與斷言 因此討論短人包文化有利或不利於了解公共議題 一包含短人包本身及其形塑的社會文化 對於人民了解公共議題的影響 了解則是藉由正確的資訊 來認識一件事情 再來進入編題討論 我方認為短人包錯誤率偏高 原因如下 根據行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指出 人民在網路上 因為真實身份已收到疑惑 不有更大的意願與動機 針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 儘管這些言論可能未經深思手慾 由此資料可判出 在當作者製作的籃包時 即經會不必透過真實身份 對於內容的真實性 通常不會覺得需要承擔較大的責任 所以發表的言論較為輕率 沒有經過再生查證 造成錯誤率偏高 近期熱門的服貌和合適的各式藍人包 都被動病錯誤版書 因此人人可編輯的特性和維基百科一樣 有維基百科的錯誤率 阻礙到正確資訊的吸收與認識時 此時錯誤的資訊就會評價為不利於了解 而在藍人包文化下 錯誤的資訊的確會阻礙到 正確資訊的吸收與認識 以下頓數之 根據探討藍人網路藍人包與社會運動參與的調查指出 藍人包是過半受訪者獲取資訊的主要來源 同分調查也顯示 七成五的人會認同藍人包的看法 忠實電子報的資料更指出 人們過度且經歷相信 別人散佈的藍人訊息 從上述資料可知 人們對於藍人包的依賴與信任 造成民眾容易接收錯誤資訊卻不自知 並且根據美國心理學家洛欽斯提出的首因效應來說 在社會認知過程中 第一印象被人以後認知 產生的影響作用最強 因此身為民眾接觸公共意義等第一道門的藍人包 其錯誤擺出的資訊 將在人們的心中先入圍住 對於往後對於正確資訊的吸收將產生阻礙 此外社群網站是藍人包傳播的主要媒介 而臉書是人們使用率最高的社群網站 臉書最大的特色就是能替使用者篩選動態 藉由分析使用者過去的使用歷史 推測個人的喜好 優先呈現出用戶最感興趣的資訊 所以如果一開始就認同錯誤的藍人包而對此按讚 那麼用戶就會一直看到和這些錯誤言論 或立場類似的內容 這種網路濾照會展望民眾資訊接受的視野 增加看到正確的資訊的困難度 不利於了解議題的真相 另外若想藉由與他人討論來修正自己的錯誤 等資訊也絕非易失 網路社群是現代公共輿論集結討論的平台 但是陳如剛才所講 因為網路遇照效應的關係 會讓你指針和你意見相同的人討論 此時就容易產生團體激化 也就是更加誇大原本的立場和想法 此時就很難接受和自己認知相組的資訊 就算能夠聽到不同的意見 但是根據認知神經學的逆活效益 也就是當人們不得不有觀念 被相反的事實證明為錯誤時 他非但不會因此改變想法 反而會更堅持原有觀念 保護不有偏見 因此此錯誤的資訊也會因為逆活效益 並且男人包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情勢 民眾在討論公共議題時 也會習慣用簡化內容的方式的字述 進行標題式關鍵字式的討論 這種缺乏推論的討論 有害於雙方對於實質論點進行攻防 發掘一同進而修正錯誤 縱上所述 現行在男人網路上流傳的男人包錯誤率高 並且基於上述各種理由難以被修正 更加阻礙對真相的認識 不利於了解公共議題 因此男人包文化不利於了解公共議題 我方聲論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請 請我方聲稱讚你 請按照ぬ不提報 Vin Con Novi 拜託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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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丟 Puninhas thinking 你刚刚说到他说那些提醒 还 gifted 就是告诉你说 说白眼报地面 出证率比较高 然后原本应 gap 状态我是说 状态是 Eminem 嗯 错 然后他认为 这种要就是 关于 слово 一段% 去 respondents 对 我刚认为 正确资讯的细合 arlo想做 首先你快告诉我说 就是 台湾 就是 Splash 低 Wizard 技术 你好,我方式藉由,因為和維基百科,那邊,就是維基百科有十篇文章有六篇的內容和內事實有出入,但是因為維基百科的製作的方式和 沒有,你沒有去到中間還有說,研究發言特別在公司資訊上的維基百科實施的錯誤率高達六成,他其實在講公司資訊文章公司資訊會 沒有,這份資料只是要指出說,報導的出,他倒說出色的比例的高,是因為研究報導的是說,十天裡面,這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他的確研究指出十天裡面有六篇資訊 沒有,對,但是你忘了,後面還有一句,他告訴我們就是,關於公司資訊文章,公司資訊文章,公司可能有些經理理念後的資訊文章 沒有,可能都會來解釋一下 所以他其實不是在講維基百科對公文章的解釋,是在講維基百科,關於公司資訊方面,實踐裡面有些問題 但是他是,呃... 好的,沒有,我們先放下去,來,都沒有 如果,我們能夠在討論中,能夠和對方互相交流意見,能夠看到對方的立場,然後去解釋 好像是有信仰的,對 但是根據我方的資訊 我只是說,我們先在這個情況下,如果這種事情能夠發生,是不是有利益,我們要解釋為公司 平方說的是和別人進行討論,所以就可以替地評表解公司 對,我們看到別人的立場,看到人想到,所以就能解釋為公司 如果這樣事情,他才會保證 那如果別人的立場是錯的,別人的想法也是錯誤的 我說如果我們今天交流能夠去更多的接觸問題,去更難解決問題 那我是不是就能說這種討論是有性格的問題 那不是可以 只要是了解到功力的真相或事實 那不是,你剛才我說有一個東西叫做手衣相影 就是我們看平眼看到的東西,可能會看到我們印象特別顯示 那我們這裡提出一份資料 或者是在他個性的研究的時候,發現有什麼比較靜音效應 就是在資訊爆炸的情況下,我後看到的東西 對我的讓我的印象,趕快比資訊看我的來勢 最近女方的手衣相影的影響那麼絕對 你應該能夠接受 所以女方說的是靜音效應是 就是個體最近獲得的信息會比較容易進去 對,所以其實手衣相影不是那麼絕對的 但是我方認為在手衣相影 他的第一觀點已經先入圍形之後 在之後他再對於吸收的認證 對,這就是一部分主要講 你手衣相影相反 是指在多種刺激一次出現的時候 印象的形成主要取之於後來的出現 那我方認為在一開始他去閱讀人包的時候 畢竟是因為他還不 對他在了解 他要接觸這公信的時候 畢竟是他還不了解 所以他先出現的要去認識 他想要透過這種表現 這種解決完是 他一開始就還沒有印象的話 那麼他第一開始 我方認為他第一開始 就是他對接後面的第一印象會最深刻 對 但是這樣我們看了更多難過 或跟別人討論說 我們新接受到的事情 其實他印象也會很難過 這個資料可以解釋這件事情 對嗎 是 那你還告訴我 有一個密度 我相信就是我們看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接受這個問題 我們這裡看 我方也有一個對目的 他告訴我們再來 該理論認為 當一個人經常突入在那些 違背自己錯規觀念的資訊方式 才會越大進行改變相關 那我方等一下還有一個 跟這份資料相對的那個 喔 是這份表現的代理方式 所以其實在目前的資料 入口效應的效益也不行 不 我再幫你調料 我方的辯述 請正方二辯 要請你提供 來幫我 好 播放這樣 各位 首先在上一輪執行答弊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一開始雙方都認知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時代是一個資訊過多爆炸的時代 所以說建立在這個討論前提的基礎之下 剛剛都沒有提出幾份資料 我認證在我幫剛剛的資訊答弊之後 發現其實是有一些效應上的 可以討論的地方 像都沒有告訴我們手印效應 如果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我幫你告訴大家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 通常靜音效益更可以解釋到 我們對於資訊接收的效應 可能會對最新得到的資訊的印象 會較為深刻 換句話說 對方沒有告訴我們先入為主 第一個接收到的資料 會對我們比較有深的影響 其實這方面我們是看不出來 到底哪一個影響力更大 我們只能告訴大家 就是哪一包可以讓我們多知道一些什麼事情 而至於哪一件事情比較深刻 我們可以再討論 第二個 這會為了告訴我們逆火效應說 一旦有的立場 我們想要接受別人的心態 對我們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有一點 比較難以接受人家對我們的挑戰 這點其實不需要用逆火的教育可以解釋 我們的確 人會有自尊心對我們自己認知到的事情 別有對我們發行挑戰的時候 我們的確會有抵抗心態 但是假如說 我們一直附入在周圍 都是這種對我們發行挑戰的資訊當中 我們當然會有自行的機制 開始會漸漸改正 也許懷疑自己的觀念 所謂的資訊揭取上面 有一些資訊是錯誤的 所以說對方沒有告訴我們 逆火效應 其實會讓我們的更生底部 而不去聽其他立場 其實這點其實是 有在周圍對我剛剛告訴我說 資料有在論證 然後呢 我們回到那個 回到那個 懶人包對公議題的造成影響 所以我幫E面告訴我 告訴大家 在懶人包門檻低的前提之下 他可以去製造一些 設定一些公共議題 提供大家討論 所以我幫E面告訴大家 所以那個15的例子 其實15的例子 並非有真的有他的懶人包 而這個例子主要是說明的意思是 主要講說明的是 有一些媒體 它是報道的事情的時候 它未必能夠把全國地方的事情 都可以報告大家 報告給大家知道 它只能擷取一些 它認為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說 這些主流媒體 它的視野是有局限性的 但是 除了媒體注意到的事情之外 其他的事情就不重要嗎 有一些在我們周遭發生的事情 它也是很重要的 就比方說我家附近 有一家有一個 遊樂園要趕建成垃圾場 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媒體 不見得會報道這件事情 對吧 所以說 在這種 可能在比較地方性 比較局限性 比較貼近我們自己生活的一些 重要的公共議題 這種情況底下 我當然可以透過 對於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對於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重視 去對這件事情做出一些資料上的整理 進而發展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 了解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跟我們不是有關係 這件事情是值得討論的一個公共議題 所以 話句話說 今天懶人包 所帶來的影響 並不僅僅是我們讀起來 在獲取資訊的時候 能夠更簡單的掌握到這個公共議題的效果 而是 懶人包 鑽寫者的立場 他可以選擇一些 他認為也很重要的事情 把這些事情整理出來 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真的也很重要 把這件事情的 打底重要的點 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是重要的地方 那公共議題這件事情 能夠繼續加口 而不是局限於主流媒體告訴我們 那些公共議題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假如說 從這個編題來看 假如說我們連公共議題 這個各個公共議題 連存在都不知道 我們要如何更了解它呢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對公共議題的第一個 初步的認識 也就是我們了解公共議題 最有力的基礎 基於我們對這個公共議題的初步認識 我們才能有辦法 對後面的一些影響 去跟其他人進行討論 或是往下延伸查資料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最基本的基礎認識 才有辦法往後面的回座 也就是完全了解那個終點 去往前邁進 不管是透過自己去查資料 或是跟其他人討論的過程 都可以往這個命 都可以往這個最後的過程 最後的終點去邁進 但是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許會遇到 跟我們意見相處的故障 而這個討論的過程 就是侮辱彼此的 異見視野的不疑 我們對方講的東西 可能是我沒有看到的地方 我們就透過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加深加廣我對這個公共議題的認識 加深加廣我對這個公共議題認識 所以基於這兩點的理由 而且基於這兩點的理由 不僅僅是我們讀取公共議題的時候 公共議題的資訊 異動的特性 也關注於在說 公共議題設定出來的這些東西 也更能夠幫助我們 注意到這個公共議題 進而去瞭解它 所以我方認為 來幫我換一個 進去了解公共議題 請把粗放箭上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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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雞蛋 中文字幕提供 然後就是做這個人要希望大家瞭解 是 那請問到底為什麼你認為就是 你就說就是現在的媒體就是可能不會爆了這些東西 那你為什麼認為就是他當他做出來的時候 他不是被這些資訊爆炸的這些東西去掩蓋 你認為就是我們現在人就會去看就是 所謂你認為這是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他不會被 所以您幫你意思是說 為什麼一些懶人幫能夠在眾多爆炸的資訊裡面 脫穎了就讓大家看到 就像現在的懶人包很多都是在可能 像浮貌一題被炒得火熱的時候 出現了很多浮貌懶人包 甚至是錯誤的 在就是 或者是核四的時候 但他資訊爆炸的 因為他被大家炒得很凶 所以就有人就可能都核四的懶人包 但是很多也是錯誤 但你幫你怎麼認為可以在就是所謂什麼 被大家故事的公共議題 然後他就做一個懶人包就會有人要看 大家就會了解 都要對我不太平時 您幫他想要意思是說 公共議題他有 您幫先到處我說 福茂他有福茂議題上做很多的懶人包 核四議題上做很多的懶人包 所以您幫下一位問問我說 為什麼有人說做出來的懶人包會有人要看 您幫你一直不公開 我幫你意思就是您幫剛剛一直說 您幫想要做一些就是這些被主流媒體公視的公共議題 然後去引發大家去認識 可是我想質疑的是 就是您幫就竟然說這些是被現代人 我了解 沒有 懶人包他的特性 我們雙方都有打個公式 就是他簡單易有對不對 那就要說 他對於我們了解這件事情的基本架構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透過看到懶人包之後 我可以迅速的了解這件事情 到底有時候重要的地方我值得去關注他 他到底影響了些什麼 所以我去看他之後才開始關注這個議題 是這樣子的 我幫的意思是說 在您所謂被複視的那些東西 然後你做出來 因為很易懂 就會有人要去關心這件事情公共議題 就會有人想要去了解這個公共議題 既然您幫說這就是對他而言是重要的 那現在為什麼會去所謂去關心這件事情 你認為我是重要的 為什麼我去關注我認為是重要的 有沒有意思這樣 對啊 懶人包的點閱 不是有一個非常局限性的點閱 我看到一個懶人包 他的標題也許吸引我 因為他告訴我說 什麼苗栗的食物 快要命也絕了 之類的 用心比較偏激一點標題 吸引我進去看 那我進去看之後 他會告訴我這件事情的發生起落是什麼 這件事情怎麼發生的 我點閱看之後 我認為這個議題有重要性的話 我自然會繼續追求他 繼續追蹤他 了解 繼續看他有什麼重要的地方 而且就算我繼續往下看 我也知道有這件事情的發生 我了解有這個議題 正在這個 我看不到的角落上 他在發展 他在發生 可是 就是 凝膠的 就是 這樣講好重要 這樣講好重要 但不一定 但這些欄包資訊 其實不一定會立得了解 為什麼 因為 在就像林方說 這是一個就是 人人都可以製作的欄包 是 就是林方認為 這是重要的 他也可以製作 可是就是要製作這欄包 因為他們砍低血 又可以製作 所以他製作 如果這個製作者 或是這個編輯群 他是有益的想要勝負 他是因為 他自己認為這是對的事情的 所以他釋放了其實 是 他坦是錯誤的訊息 可是當接收了這個 他確實就是 因為他不信的 他很輕易 請教你一下 所以林方對於說 錯誤的訊息 這個定義到底是什麼 林方指的錯誤的訊息 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給的資訊是錯誤的 所以他引用的資料是錯誤的 林方意思是這樣 不只引用的資料是錯誤的 又或者是他是有益操控 就是資料的錯誤 操控他錯誤的錯誤 林方對於這個錯誤的打擊 根據他資料有引用錯誤 這一點 是嗎 我剛剛說過很多次的訊息 不只 在他的 製作人包 喜歡感覺引用的資料 可能當中取義 有益的去操控 他想要釋放這個訊息 有益的去讓大家 林方指他推論的過程也有問題 是嗎 推論的過程也有問題 又或者是他有益的去操控 又或者是他自己認為是對的 自己認為是對的 而去釋放這些其實是錯誤的訊息 讓他先 那我沒有請教你 今天我是對這件事已經有了解的人 我在網上看到有一個人在散播不實謠言 難道我不會去跟他做一個挑戰 跟他做一個更正嗎 可是你說他就是說 真的是不可以這樣 好 謝謝老師 提款方二變上台神樂 有所謙的 他的臭中 都會覺得有能力 有得到的 如果有一種人的話 他會想要多久 看不到他 他會想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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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跟朋友告訴我們說 今天這個懶人包就是有些少數人 他可以去製作一些他關心的議題 然後讓大家來了解他這個組織媒體 從來都不去報導的事情 然後竟然讓大家了解這些 比較冷一點的話題 但是我想問這方朋友的是 為什麼今天他要讓大家去了解 這個沒那麼熱門的話題 他一定要做懶人包 現在這種 現在這個網資訊報道 網路非常的盛行的時代 他可以去寫部落格 他可以在FB上面報 他為什麼一定要做懶人包 做懶人包他的效用真的有比較高嗎 我發現是對這點是保持了非常激烈的態度 再來 你在Google的時候 你打懶人包三個字下去搜尋 你跑出來的懶人包會是什麼 最熱門的就是服帽懶人包 和服懶人包 還有各式各樣的達聯懶人包 你會看到那個什麼 對方沒有剛剛講的食物 至少在我Google的時候 我搬到第五頁 我還沒有搬到那個食物懶人包 再來 如果是什麼 我家附近的那個垃圾場要改變 我家邊遊樂園要改變成垃圾場的這種懶人包 第一 一般人可能會想說 這個 跟我的關係很大嗎 這真的是我想要了解獨立嗎 我不想了解啊 為什麼我一定要不看 又或者是為什麼 一定要懶人包 才能讓我了解這件事情 我方非常不了解這件事情 再來就是 這方面我剛才提出那個靜音效應 我方想要做的是 好就算這個靜音效應 真的成立好了 那如果今天他後來接觸到的資訊 是錯誤的資訊的話 那他甚至會一直接觸到錯誤的資訊 所以他最後他的了解還是錯誤的呢 再來 就算這邊有今天告訴我們說 錯誤我們可以進行討論來更正 就是如果今天你跟我們分兩塊頭 如果今天你跟是一個跟你意見相同的人 跟你的好朋友去討論的話 我們也在一篇稿裡面 我們也提到這個團體計畫效應 所以團體計畫 就是今天你在跟你意見相同的人 討論的時候 你們的意見這個東西 在你的印象裡面 就會越來越恐怖越來越恐怖 你就會覺得對 我講這個一定是對的一定是對的 那然後跟你意見相同的呢 他是 就好像我剛剛聽說這個逆火效應來講 就是 他會覺得 不對啊你為什麼要反駁我 我這個第一印象才是對的 再來 我剛才提出現在這個籃籃包 這個抽率真的是太高了 現在 我都知道網路市場 非常多的服帽籃籃包 何式籃籃包 甚至還有自精缺籃籃包 我剛這裡有一份自精缺籃包的雜力 代表這裡面指出 自精缺他官方公布的東西 根本就是 連官方公布的都不可行 那更恐怕是其他 什麼人都可以做的時候呢 他有這栃籃包 栃籃包指出 官方版 也指出民間 呃 講的那些栃籃的東西 很多根本就是都是錯人 再來 我剛才提出 因為這籃籃包 是製作能感太低 誰都可以做 再加上他有匿名性 沒有審核機制 為什麼說有匿名性 就是大家錯誤率就會變得比較高呢 那是因為 他今天匿名嘛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他做錯了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那好像我放這裡手上 有一半核色籃籃包 他上面寫 無敵小恩發表 誰知道無敵小恩是誰啊 所以 呃 而且 今天在一個 呃 如果你今天在B3PO一篇文 對服帽的了解 欸你對服帽的認識 或者是你要解介服帽 給大家聽 下面你的好朋友跟你說 對啊對啊 這是呃 我們的總統賣國嗎 怎樣怎樣的時候 下面 這時候我幫他提出一個 這個崇重性的理論 崇重性就是說 當大家都表現出 某種心念喊態度的時候 如果今天你不跟著 別人表現出一樣的心念喊態度 就會被華麗 就會被排斥 形成一股壓力 所以他不得不去 呃 他不得不去做 跟大家一樣的事情 讓他覺得 呃 讓他 呃 他不想要在那個 環境裡面表現出 他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他會 去附和別人的 呃 仲上所出我方認為 因為這個懶人包 他就是因為他有匿名性 是我們可能太低 又或者是 呃 太過於簡變錯誤率太高 因此服力要解都容易多 我方聲音到此 請正方機片上台 先請問各位有一個問題 今天你們認為懶報是無力於了解公眾理題 那如果今天我們是一個沒有懶報的世界 我們今天只能透過法律條文 只能透過論文去瞭解公眾理 可是現在是獲取資訊管道這麼多文 沒有說他一定要去看論文 但是今天懶人包這種東西 把這種論文法律的難懂問題解釋清楚 因為他的解釋清楚 就是像一句話一個段子 因為他就是 對方被我們剛才試騙說 這個懶人包畫盤為剪 但是畫盤為剪或是太簡單了 這張在講無法屬 無法了解 好 那接下來都會有問題 就是這個 今天這個是 鄭秀琳教授所發表 這個兩岸無貿易學衣的這個懶人包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經濟部呢 他就做了一個 另外一個 他上面寫一個 算是懶人包吧 他是這個經濟部對於 鄭秀琳教授這個懶人包的 十大謬誤 也就是說今天這個懶人包 就是 沒有鄭秀琳教授 這個應該是一個簡包 他不太想是懶人包 然後今天這個正就也是 好 那今天這個懶人包 但是也會有人去 對他做這個指證的動作 但我沒有可以提議吧 好 就你的意思 就是說今天 你剛剛覺得這個懶人包 是很簡單 然後他出其他的錯 對 那我剛剛 有可能他的錯率很高 對 我沒有說他一定會不錯 對 那所以今天有錯之後 會不會有人去感受 因為你剛剛 跟我們說今天 公共議題應該建立在一個 正確的資訊的 一個理解下面 才能有什麼 確定每次都有人出來改正啊 而且如果他出來 他出來講一個相反的話 但是那個相反的話 又是錯誤的嗎 所以就是 今天公共議題 不就是透過一個 討論 因為不是我剛剛認為 公共議題 不就是一個 透過討論 進去逐漸理解嗎 就是 公共這個 我太了解 都沒有想要 表示的東西 今天我幫想要 告訴大家的是 這個懶包 讓大家有一個 討論的平台 那 就透過討論 不斷修正訊 比較有目標 對 我剛剛才提出 如果今天下面討論 就是因為 為了要呼喚 可以一直跟你講 一樣話 但今天 今天有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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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想要出聲 大家 都是支持這個意見 之後 他就會錯誤 然後他還是 一個心理 不可能 有 對方朋友 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 大家都有 臉書完 那我們今天 臉書上面的朋友 我們是因為說 我今天跟你有 同樣的立場 我們都是支持國民黨 所以我們才會成為 臉書上面的朋友 對 旁邊有肩份寶 但是我的好友群 就沒有跟我相反的正式色 所以會有不一樣的相反東西 那這方面還不一定會出來發聲 有可能只是加他好友 那所以就最後面有今天講說這個 臉書的籃包他只會給你同樣的立場 同樣的東西 就是我剛剛想要講的是 今天我們既然是臉書交友他 我們都是因為同樣的立場 同樣的政治取向去交友 所以我們在臉書上是不是會表達不一樣的意見 比如說我們在臉書上面勾文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東西 對 旁邊有什麼確的差 一定會出來發表意見 然後不然一直潛水 我發現想問是會不會有不同的意見 就是大家可能有不同的例子 有吧 這有在臉書上說 對 旁邊今天可以做出一輩子 要告訴我們說 今天其實有人會在下面 然後把表面相反聯絡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接受你方的答案 那旁邊我再提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今天 嗯 您剛剛認為說 我們那個什麼像那個食譜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 沒有興趣什麼東西去聊一點 那您您剛剛想說 今天我們透過 部落格貨文 或臉書貨文 那不就比較容易接受 我們剛剛不要放手 謝謝 您正方在面上才是 今天我們沒有想要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今天只是想要告訴我們說 藍包 它可能會出座 然後出座就會造成 我們知道一些錯誤的事情 所以讓我們過去比較解公共議題 但是我剛剛其實提出了一個反對的一件 就是說 因為我們看藍包 我們可能會去跟我們談公討論 這種可能會轉發給朋友 讓大家都能看到 我不認同東西 或是我不認同東西 我跟下面就批同它 這種情況下 是不是大家都能發表一些東西 讓大家聽到 每個人的一件呢 今天公共議題要的是什麼 要就是大家一起來討論 大家一起發表第一件 發表對公共議題的看法 我認為這公共議題為什麼好 我認為這公共議題為什麼壞 其實我們要了解公共議題 就必須去要參與這個討論 而藍包就是 在開始這個討論一個平台 因為我們平常 如果沒有藍包 我可能沒時間看法律島 沒時間看路了 對我可能會上網去採的東西 但是那些都是沒有整理過的 我可能也看不出一個所影韌 但是今天藍包做了什麼 因為藍包幫忙整理了 它告訴我說這個東西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好 然後有一隻藍包說 為什麼壞 有些藍包兩個都是整理 因為藍包幫我們整理 讓我們能夠看到一個群帽 讓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東西架構是怎樣 而且我們可以從這邊架構 初步的去認識這個公共議題 我至少知道這個事情 好 主帽它可能就是 台灣跟中國簽了一個紀律 然後可能會造成經濟方面 什麼問題 因為我看藍包至少才能知道 的確我剛剛承認 藍包可能會有什麼錯誤 有錯又怎樣 今天公共議題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當然會出現錯誤 但今天出現錯誤 我們公共議題要 就是大家能夠在討論之後 互相修正 互相指出對方的錯誤 而進行討論 找出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 要面對這公共議題 應該才有什麼態度 其實我們要了解公共議題 就要知道 公共議題 一定需要討論 而來 然後支持處理的討論 它讓大家都能發聲 大家都能在上面發文 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 而不知道這件事情 也可以接受 而知道這件事情 也可以去看 沒有為什麼反對 或為什麼贊成我們的意見 但這方面有告訴我們 討論是沒有意義的 也因為有什麼手衣效果 還要密火效應 但是我方 也剛剛 在手術的時候 也會發生說 手衣效果 並不是知覺 所以進入效果也成立 所以基本上 我看這個東西 都是可能會在我媽媽 會有比較深刻的影響 而密火效應 我方也告訴對方 我們想說 待會有諮詢很多的事情 實際上是 密火效應 是密火效應 效果是不明顯 我對方 後來要提出一個 重重理論 但是我想舉一個 很簡單的例子 所以我們在看PTT的時候 每個文下面 都有人推管 但是也有人會虛它 現在任何一個版本 都會有人表達不同意見 對方沒有聽 會告訴我 在一個版本 只可能成了一種意見 而不出現另外一種 這個是我方的問題 然後 今天我方想要告訴別人 是 今天公共議題 我們要真正的參與公共議題 我們希望大家 面對公共議題 開入行 我們希望大家 能夠參與公共議題 能夠去接觸公共議題 的確 懶貓可能不能讓我們 局面了解 但是它至少讓我們開戰 我們可以從 這個繁雜的打雷條文 或問問中 找到一個 我可以去接近的廣告 所以我能夠借我懶貓 我去接近公共議題 而我接近公共議題之後 我才能真正的去 深入 慢慢深入了解公共議題 的確 懶貓可能不可能 一步讓你完全了解 但是今天的懶貓是 開始一道門 那你今天能夠 開始去接近 俗上說得好 千里之行 俗下 今天的懶貓就是要 很怕出那個 畢畢不高 或去接近的功 有錯誤 對 有錯誤 但是今天公共議題 就是要大家來討論 今天如果沒有討論 公共議題本來就沒有辦法 對大家的錯誤 解而難忘 就是讓大家來討論 跟朋友今天告訴我們的事情 就是 錯誤 去找個 誤解 然後我誤解跟別人討論 又沒辦法得到結論 但是我幫他講到 這個點子 不一定是這樣 因為我討論之後 我怎麼會欺負別人 或許我聽到反對音樂 如果接受都會比較低 但是如果他講的道理 如果都跟我講 我為什麼就會接受呢 所以今天我發想 告訴大家的事情 很簡單 就是我們應該看太難關 我們裡面才有一個 政策的理論 由於大家去討論 去接觸這關問題 我們才能晉證 了解嗎 可以擺到音樂上台繼續 好 公長 各位 我要跟你質詢的問一個問題就是 民邦認為就像男人包錯了也要不要認識 沒有 男人包錯了 第一個我們就說他可能讀了把臉 那民邦能確認把臉不是對的 沒有 不能確認 但是公共議題就是大家來討論 沒有沒有 公共議題我們就是在討論 因為不確認 簽了這個協定或發明的 就簽公共議題就是大家來討論 所謂的有力了解 應該是他真正的認識到這件事情的現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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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要知道一個 所以他們有請正面回答的問題 沒有 這個需要堅持 這個需要堅持 好 請你放進去 因為公共議題就是他真想公明 你今天我們討論符號 我們都簽的是好 簽的是壞 結果問題就是大家可以先來討論 都到底簽的符號是好是壞 我討論是聰明的事 我剛剛只是要質疑說 一開始他就不做男人包的時候 男人包的資訊收入是否可以 等等 你的資訊收入是只報紙模的一場 不是我來跟你想講什麼嗎 例如說 可能他這份數據 比如說 這份數據可能有足十 十份裡面可能有六條是錯誤的 那這六條的錯誤可能就是 對他會產生的公共議題 雖上其實並不夠了解 那如果一直討論錯誤的事情 那是否他真正的有利於他了解的事情 對 我會取一個例子 先可能我們有一個數學題目 大家算答案都不一樣 然後他就說錯了 然後找去真正確解釋 應該你可以接受過程 而在外面我們一直在跟你討論的是前面的事情 有關於他接受到錯誤資訊的事情 能表如果你講說 他只看一個懶高 他就之後再回去接受這東西 我承認他可能會被 但這種人是為什麼 他看了一個懶高 他再也會聽到這個音訊 再也會聽到這個音訊 應該不從看 所以民眾的意思是 他其實會接受更多的懶高 會接受更多的資訊 就有助於他的解析公共議 我承認這個社會上 一定會接受各種的信訊 我可能只看了一些懶高 但我走來路上也會聽到別人 我跟朋友表現出可能 也會討論的問題 所以我們當然會 那你的朋友是跟您 站在相同歷程的話 不一定 朋友為什麼一定跟我 站在相同歷程 我可能有朋友站出話 有朋友講的 應該很好 我想想 嗯 那這方面 如果您剛 好 您幫真的說 就是他們一直在討論 有時候他們會在討論 主要的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討論的資訊 如果是錯誤的 但真的有利 他們才有這些 這就是我剛才的討論 今天可能一個數學 因為我們大家想法 都有部分錯誤部分正確 所以我們大家才要來挑戰 讓大家能不能去看出 你這個地方有錯 你的地方應該是對的 然後我們找出正式的選擇 今天討論是對的 而來的話就是出正式的討論 就像那些專家學生 但上面講 專家學生 有講過 我剛一直在跟你們強調的是 男人貓如果一開始就給錯誤的資訊 他只針對錯誤的資訊 可以討論的話 那真的是真正的了解 公共意義嗎 就像我剛才講 我們可能 幾個內裏 我們可能算數學的時候 我們大家事實 都有部分說 難怪也一樣 可能每個都有一小部分說 或是有些是對的 有些是錯誤的 但是今天我們如果經過討論 發現 你這個地方是錯誤 你覺得你那種不對的 讓我們超出正確的 算出正確的障礙 今天難怪就在心裡講 所以您方認為就是在討論 藉由不同資訊的比較 可以讓他去透過討論去表現 對 今天我們大家看到這個錄影 然後我們大家來分享他來提表 大家來探論到底是怎樣 是關於你 讓我們看去表解 而藍包就是提供那個裏台 然後幫你開影響 讓你能夠親密接觸的功能 讓你能夠親密接觸的功能 要親密接觸的功能 要親密接觸的功能 好 那這方面有根據我方提出的 從重性的理論 當大家在討論同樣的事情 抱持著相同的立場的話 那怎麼會有不同的繼續參與 你這是先有個請求 就是大多數人都抱持相同的立場 而公衛體正好不一樣 公衛體就是有很大的提供 或是相反的立場 公衛體就是有很大的提供 就是相反的立場 根據從重性的理論 就是不是 大家都表現出相同的信念跟態度 所以如果表現出不同的信念態度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被壓抑或使 和大家公衛體有理智的 不是 第一個點是 公衛體就是有雙方明顯對立的立場 才會成為公衛體 今晚面有反骨貓的人 反骨貓的人真的 請換反骨貓 馬上來講 有分比的思想 就等於是 請換方三面上的男子 請 走 或是 先 一 雙方 二 一 六 請問這場各位,首先就是來了,不知道不知道今天會出現,就是因為想要給這些沒有時間或是沒有時間,就是現在忙碌的人的現代人,然後去了解這些工作。 所以在正常他們就是聽說,他們認為來人包括有就是門檻底線都可以製作,而且是就是簡單易懂,然後就是這些特性,可是你在這些特性的背後可以發現的是什麼,因為他就是人人都可以製作,因為他門檻底線都可以製作,因為他命名,所以他就是在他門檻底線都可以製作的狀況下,在這些人, 他們其實,他們可能會自以為今天自己所了解到的這部分其實是正確,他們自以為就是其實自己是錯,他們自己是正確,然後去製作人,然後反而釋放了錯誤的訊息,又或者是今天這些製作的人,他們有意的去操控這些人, 就是他們釋放了這些東西,然後有意的去操控到錯誤的訊息,釋放給現代人,釋放給這些接收資訊的閱聽者,造成一個錯誤的一個,就是人們一個錯誤的認知,又或者是他匿名的特性, 這因爲他匿名,所以就算他今天做錯了,就算他今天做錯了,然後也不會有人去懲罰他,又或者是可能根本就,因為沒有人,不一定有人了解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都會看,他是想要了解,但是可能還不清楚這整件事情的說,可能他沒有辦法去跟著他,沒有辦法去發現他的錯誤,又或者是他就算今天發現了,就算他錯了,他也不會受到任何的程度,不像是論文書記,他就要經過在很多很多層次的審核,去發現,可能發現他的錯誤,他會這些教授,他會傷,就是他的神域會受到傷害,又或者是新聞,他會受到一些懲罰,但是來人包不會,就算他今天錯了, 他也不會招出到任何的情況,他根本就,就是不會怎麼樣,他不需要負任何的責任,也因為就是人的,他可能他之後在懲罰的時候,不需要負任何的責任的情況下,他是更不會就是去,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懲罰其實是會釋放出很多,是很可能釋放出錯誤的訊息,再來在他方,就是他方說,在錯誤的訊息, 如果人們可以藉由可能更正,又或者是討論之中,去改正自己的想法,可是就,就就是,就像我剛剛所說的,在人們在一開始看到一些,很多就是錯誤的來,很高的, 就好像,當他一開始看到一些錯誤的資訊的時候,是,就像,根據就是,可能手音效應,他會將會將錯誤的一個定義下,對他之後的一些認知,其實造成一些很大的一個阻礙,又或者是當他在跟人家討論的時候呢, 他講會將錯誤的一個,他原本的一個,不有的觀念,他又會受到這些,就是不同聲音跟挑戰,可是這時候其實, 人們不會改變他原本的想法,他反而會更堅持自己原本的觀念,然後去保護他自己原本的觀念,就像我剛剛所提出的定語上面, 所以在現在的社會中,又或者是,原本只是想找尋,就是與自己相同的聲音,像我在討論這個反服貌,或反反服貌,在討論這個反服貌的時候, 因為我的朋友中,大多都是反服貌,所以當我支持服貌的時候,我可能不敢去說,我其實是支持服貌的, 我,這些就是不同的聲音,是很可能被壓制的,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要選擇,相信來的公司,鼓勵於了解公共議題們, 因為在現在的這樣一個社會中,就是現在要選擇一個懶的方式,去閱讀,就是人們第二首訊,第三首,就是被動的去接受這些, 可能是錯誤訊息,然後甚至是自意的,就是在網路事件轉漲,然後去一個唱所預言,就是去唱所預言,他可能是錯了, 是是而非的一個言論,然後不認真的去收集資訊,不認真的去主動了解這真正事情的真相, 而去就是過多的經驗,去相信這些來人都所釋放出來的訊息,我們希望的是人們可以主動去, 去收集這些資料,去更真的了解這些事情的真相,謝謝各位,請正方耳邊上台所選, 好 你剛提到,可能在染報文化之下,被動接受染報的資訊,是這樣嗎, 在大多數人都是被用去接受這些藍人包釋放出來 因為就像林芳所說 人們因為藍燈現在是火盲 所以他還去找出這些藍人包 謝謝 道路哥 那所以在林芳說大部分人的情況下 是不是我們發現一件事 其實在藍人包的話題下 我們不是一個純粹只能被動這座藍人包資訊的人 我們可以主動的去對我們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 製作一個藍人包 告訴大家這件事情很重要 是吧 所以我們在藍人包的話題下 我們可以看到他還有主動的部分 不是一個被動受人家 只能接受人家資訊的這一塊 這塊林芳所說 這就像林芳所說 今天他製作的藍人包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要讓大家了解這個公共意義 所以然後今天這個人他去看藍人包 為的是什麼 是因為他忙碌他沒有時間 所以他就直接去找藍人包 所以其實在大多數人 他不見得是主動去找到藍人包 藍人包 為什麼 因為他今天可能是剛好在網路上看到了 可以這樣子整理 但他原本對這個議題是陌生的 他沒有看過這個議題 那今天看在網路上看到的這篇文章 他對這個議題的標題可能吸引到他 他點進去之後 就快速的掌握一下 這個文章好像告訴我這件事情的 某些地方是重要的 某些地方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在藍人包主動製作 在主動製作的藍人包底下 他其實是一個主動把這件事情 推銷給大家知道的一個動作 所以他推銷給大家知道的過程 大家接受這個資訊的時候 其實是 就像我幫手說的 因為他種種原因 他是不是可能是錯誤的資訊 好 所以他可能是 他直接接受的時候 他可能是接受到這個錯誤的資訊 然後是這些資訊會 所以他以後認識這些東西 謝謝張柯 既然參考您提到錯誤這件事情 讓我來討論一下 請問張柯 您怎麼知道某件事情是對的 某件事情是錯的 您是怎麼知道的 當然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在看藍人包的時候 他是 是 不要不要 我們都沒有辦法知道 我們今天面臨到 措取到的這個資訊 是對還是錯誤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 透過跟其他人去驗證一下 比對一下 這個資料的對或錯誤 才有辦法呈現出來 對 所以 你剛是建議在他看完這藍人包 最後要跟人家討論 而且他討論是有意義討論 而不是像我幫 沒有 我幫主要 只是想告訴你一件事情 今天藍人包的錯誤 他為什麼不可怕 是因為人本身就具有討論的特性 我們也許不會在融合上主動的 去跟人家做挑比戰或幹嘛 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可能聊到這件事情 他剛好也對這件事情有認識的話 我們彼此之間有不同的意見 或是有社會方更正 就是很多心理學的一個現象 就像 逆火山 就像團體 我可能在這個團體中 更不敢出入自己的事情 我可能因為 聽到這些 反對的事情 我會更 就是 跟我自己意見不同 我可能會更堅持自己的那種 觀念 就像 對 就像這些 會造成一些 所以教朋友 教朋友 你指的是 我對我印象的堅定 對不對 你指的並不是這個錯誤的觀念 對 不是錯誤的觀念 是錯誤的資訊 對 因為他今天揭露到錯誤的資訊 對 因為他今天揭露到錯誤的資訊 對 因為他今天揭露到錯誤的資訊 錯誤的資訊 難道不會有正確的資訊在流動 在寧芳的那個 蜜火箱裡面有提到 如果我長期暴露在一個更正的資訊的底下 我原來是有辦法改正我原本的錯誤資訊的認知 所以今天 教朋友 你雖然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能會因為在同一群人討論下我們堅定自己的立場 但是堅定自己的立場有什麼不好 可是因為我剛才所說的是 當他接受這個禮出了啦 然後之後他還跟別人進行討論 就像你說說他想要 可能會在討論中更正 可是在蜜火箱 實在在人們的一個心理的一個作用下 他會更堅持心理 所以你知道沒有 您是打從心裡不相信人 人會改變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這樣嗎 不是 就是心理學的一個是像是 很大多數人都會發出這樣的狀況 就是要跟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嗎 其實我們今天對資訊的認知其實是會改變的 我不會因為我先知道這個認知 我就打死只相信這個認知啊 就像幾百年級的那個 總資人員 我們對於資訊的認知 不會是我們先知道這個認知 我們就一輩子都只相信這個認知 其實是會有改變的過程 各位哥們應該有這樣的經驗吧 從國中市到高中 有一些資訊 高中老師告訴我們之後 我們的確改變了一些 我們原本對知識看法 是吧 可是這是需要在 一個就是正確狀況的 所以最後沒有 是正確是錯誤 是不是要經過討論 才有辦法知道正確還是錯誤 謝謝 各位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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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 並實在在此高一段落 本期在此順目 決定想到三分鐘 開始進行節眷的結段 是否要學習好的 是可以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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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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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